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纽约有两名警察被枪杀 纽约市长白思豪 今天探访了被枪杀的华裔警员 刘文健的家人 这宗惨剧发生在星期六 一犯布林斯利在布鲁克林 射杀在警车里面的西裔警员 拉莫斯和刘文健 昨天纽约州州长库默 探访了殉职警员的家人 而白思豪昨天也来到了拉莫斯家中 今天他就探访了刘文健的家人 库默表示白思豪对案件的处理手法很好 警务署在案发之后 立即做出了一些措施 来保障警员的安全 例如步行巡逻的警员 一定要移对不可以单独巡逻 全部的巡逻都要有全职的警员执行 禁止辅警执行巡逻 各地区的分局也都加强了保安 2015年亚洲文化艺术节 于今天在法拉盛起来登酒店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邀请在场的媒体报道 即将在2015年3月举行的 纽约亚洲文化艺术节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携手美中企业家艺术协会 拟定于2015年3月11日至13日 举行纽约亚洲文化艺术节 今年活动于美国浙江总商会 国际商展联合主办本次活动 本次亚洲文化艺术节 不但是为了丰富纽约市民 商业活动和艺术生活 更是为了促进国际产品流通 和亚洲文化艺术交流 奠定基础 本次艺术节拟定于2015年3月11日 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 应邀的嘉宾包括 美国国会议员和中国驻美国领事馆 官员以及有关社区艺术家协会 亚洲著名书画家 美国收藏家等等 本次展览为期两天 按类别和行业 进行展览与交流 展示内容包括摄影作品 书画 国画 油画 古董 瓷器 木雕 服饰 当代艺术和艺术品实体作品 文艺舞蹈演出等等 皇后画院院长刘比华 在采访中表示 本次展览作品划分五大类 其中将由47家 一流国际文化艺术专业画廊 5家大型拍卖行 19家博物馆 50家文化产业和60多家企业 和艺术品组成一个巨大的团体活动 民众如需了解更多详情 请访问网站 www.chinausaculture.org 华与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国际领袖基金会 与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二十日宣布签订合作结盟 共同为培养亚太裔年轻领袖 促进亚太裔社区的发展 以及提高亚太裔社区的社会地位而努力 情人仪式20号在曼哈顿举行 包括国际领袖基金会执行长董基林 基金会董事及纽约顾问团主席李学海 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纽约分会理事长玉金山等 共同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由国际领袖基金会每年挑选 约30名的亚太裔大学生 安排在华府的联邦机构 参与公共事务的实习 以及培训课程 这项结盟合作将让大纽约地区亚太裔学生 由地方州市的服务机构 跨大到联邦机构 培养亚太裔青年领袖 参与公共事务 提高亚太裔的社会地位 我觉得在我们community里面 不管是political involvement community work 或business development 都需要非常strong的partner 那么今天我们这两个社团 共同结合 希望我们未来的年轻人 在公共事务上面 在政治参与方面 在政策的发展方面 都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国际理修基金会 把我们的学生将来送到华盛顿 了解一下美国联邦政府 联邦系统的这些工作的运作 这个等于完全完成了 整个一系列的青年学生的训练 所以我们今天签订合作协议 对我们的学生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多位曾经ILF亚太裔学生实习计划的 学生代表也在会中分享经验 并一致表示参与活动收获丰硕 董经理也代表ILF捐款5000元 给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纽约分会 鼓励更多的压抑青年参加 这项205年的暑期实习计划 已经开始报名 将在2015年的2月1号截止 详细其行民众可以上网 三个W点ILEADR.org查询 华与电视机的杨展天 纽约采访报道 以培养中国资本市场精英交易人才 为宗旨的广东企业代表团一行 在团长胡国正率领下 22日前往拜会 纽约中华总商会 与纽约商会以及侨团领袖代表会面 共同推动中国经济 以及金融贸易发展相互交流 及交换意见 曾经留学德国 三年前开始投身中国金融交易行业 并开办了培养中国财经人才为主的 财经培训学校校长胡国正 22日率领了60多位企业代表 到纽约进行参访 这也是团长胡国正 今年以来第二度率团到纽约进行参访 代表团22日在各大也进行了财经论坛 邀请纽约财经研究专员唐焕平 与学员们进行交流 就美国金融的现在与未来走向 进行分享 并认为这项学术交流活动 让海外桥界与中国企业双方加强互动 更能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让我们国内的那些企业家他们成为金融人士之后 他们能拓展全球视野 能对全球的一些交流 最后访问 让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对全球资本市场 对未来的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 有更好的帮助和更好的事业拓展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方式 我想这个可以起开我们这边的华人 跟我们国内的这块领域的人 其实将来有这方面更多的交流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代表团一行在22号也前往拜会 纽约成立110年悠久历史的 纽约中华总商会 与纽约商会及侨团领袖代表会面 受到包括纽约中华总商会会长李可乔 董事长于金山 美中国际商会及世界华商 青年联合会主席王志文等商会理事 社区领袖代表的热烈欢迎 并与代表们就共同推动中国经济 及金融贸易发展相互交流 与会者也表示 随着中国经济取得世界领导地位 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时代到来 加强海外的交流 更加推动中美两国的经贸发展 会中代表团与纽约中华总商会 也相互制作纪念品 并计划在将来 要加强与海外侨团商会的合作 华语电视记者杨整天 纽约策坊报道